大家好,欢迎您来到Tados2011的官方教程 在上一堂课中我们已经学习了如何创建一个新的翻译项目 那么在这堂课中我们将要学习如何在编辑器中翻译这些文件 我们现在首先打开Tados2011 在这个项目视图的界面中我们可以看得到之前创建的这个翻译项目已经处于激活的状态了 它的字体是粗体的,我们现在双击它 然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项目里面所需要翻译的文件 我现在就为大家演示一下如何翻译这一个文件 我们双击它 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已经是进入编辑器的界面了 在开始翻译之前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在翻译的过程中一定不要运行硬盘清理程序 如果您的杀毒软件具备自动清理硬盘的功能 也请把这个功能关闭掉 因为硬盘清理程序会自动地删除编辑器产生的临时交换文件 这将导致编辑器最终没有办法存盘 所以务必注意不要运行硬盘清理程序 好,现在我们先把这个界面做一下简单的调整 首先把这边收缩起来 然后这边有一个预览的窗口 我们把它取消自动隐藏 然后拖到屏幕的一边 我们这里点击这个生成初始预览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文件在实际的Word中是什么样子了 窗口有一点小,我们把它放大一些 放大一些 大概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这边稍微有点大 我们把它收缩过来一点 好,这边拖动过来 然后现在我来介绍一下这个编辑器的界面 我们首先来看左边 这里是编号 Tados自动为每一句要翻译的话都做了一个编号 这个是按顺序下来的 然后第二列是显示的是我们需要翻译的原文 然后这边这一列是我们输入译文的区域 在原文和译文之间的这一栏呢 我们称为锯段的状态栏 它显示的是这个锯段的它的处理的状态 比如说是未翻译 还是以翻译或者说是以交对 诸如此类的重要的状态信息 这个最后一栏呢 它显示的是每一句话在Word的排版中的它的状态信息 比如说这个H我们单击它一下可以看到 这一句话呢 它在Word中是一个标题 然后这个字母P呢 它显示的是文本的段落 为了看得清楚一点呢 我们可以把这里的大小调整一下 75%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为什么是段落 因为它在每一句话的结尾用了一个硬回车 Word认为每一个硬回车都是每一个段落的结束 所以呢 这一句话它的状态呢 就是段落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上面这两个窗口 左边这个窗口呢 显示的是翻译记忆库里面的内容 然后右边这个窗口呢 显示的是数语库的信息 这个编辑器的界面呢 大致就是这个情况 好 现在我们开始来翻译第一句 在这里输入我们的译文 简单句子 我们可以翻译完第一句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中间这个图标 它变成了一支铅笔 表示这句话的状态呢 就已经是草稿了 也就是被我们编辑过了 这句话我们已经翻译完了 现在呢 要按一个快捷键 就是Ctrl加回车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图标呢 变成了铅笔打勾的样子 它就是表示这句话我们已经翻译过了 它的状态呢 就是已翻译 并且这个光标呢 自动移到了第二句话上面 我们现在可以翻译第二句话了 新的翻译 句号 这句话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再按一次 Ctrl加回车 在我们按下刚才那个快捷键之后呢 第三句话和第六句话也跟着出现了变化 我们现在看第三句话 这个中间的92% 这个数字它是表示 第三句话和第二句话的原文呢 之间有8%的差异 我们来看一下上面翻译记忆库的这个窗口 就可以发现这两句话 它们之间的差异在哪里 就是这一个单词 因此呢 它们的匹配率就只有92% 那么得分呢 也就是92分 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把这句话的译文改一下 这是第二个反例 我们改完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六句 第六句和第二句之间呢 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它是一个重复的句段 因此这里的得分呢 是100% 是吧 我们把第六句的这种情况呢 叫做自动沿用 它的译文呢 自动沿用了第二句的译文 因为两句话的原文是一模一样的 好 刚才第三句话 我们已经修改过译文了 还没有按Ctrl加回车 现在我们来翻译第四句话 200%语言 这句话我们翻译完了 直接按回车 在按完刚才那个快捷键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第五句话也被自动翻译了 而且它的得分呢 也是100%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第四句话和第五句话原文呢 它的数字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 它们应该不是完全一样的两句话 但是为什么它会被自动翻译 而且得分是100%呢 原因就在这个蓝色的线条这里 它都是把下面有蓝线的这部分内容呢 称为非译元素 也就是说不需要翻译的 因为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呢 确实有很多的阿罗伯数字 是不需要翻译的 因此在计算第四句话和第五句话 它们的匹配率的时候呢 就直接忽略这个非译元素了 所以它们的得分呢 就是100% 它都是自动沿用了这个数字 这个功能非常实用 特别是在我们翻译一些 比如说年度财务报表啊 金融类的文章啊 还有像这个工程预算表啊 之如此类的 这类的数字比较多的文件的时候呢 非常有用 非译元素呢 包括像这些阿罗伯数字 日期 还有一些 测量的单位啊 就是此类的内容 它都是呢 它会自动识别这些非译元素 并且在每个非译元素下面呢 打上一个蓝色的标记 好下面我们开始翻译第七句话 代格式的句话 这一句翻译完了 我们肯确加回车 确认它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预览窗口 现在我们的光标呢 停在第八句话上面 因此呢 在这个预览窗口的 对应的这句话呢 它就有一个灰色的底色在这里 显示我们现在是在 翻译这一句话 如果我们移到别的句子上去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编辑器的窗口呢 也会有变化 我们现在移到了第四句话上面 我们都可以把它对应上来 然后光标再往上移 它也会有变化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前面的四句话呢 都已经变成中文了 包括这一句标题 带格式的句段 这一句也变成中文了 但是第五句话和第六句话 依旧是原文的状态 因为我们没有给它确认译文 现在我们确认一下译文 看一下 刚才这句你还欠我一千美元 它就变成了中文了 我们这一句话 第六句话也确认一下 可以看到 你看 这句话它也变成中文 好 我们可以接着往下工作 许多菜单和菜单项 都已经定义了 访问键 好 这句话翻译完了 不要忘了句号 然后 看去加回车 现在我们看到第九句话也被自动的沿用了 但是它的得分值有99% 区别就在这里 这个词它用的是粗体 那么我们也需要把这个对应的词改成粗体 我们把这个词选上 然后在这里 这上面有一个应用粗体 它的快捷键是Ctrl加B 我们点击它 好 这两个字变成了粗体了 然后我们Ctrl加回车 接着翻译下一句话 第十句话的它的格式呢 有一点点复杂 它既有粗体 还有下滑线 然后呢 这里还有一个既是写体 又是粗体的 这个格式稍微有点复杂 那我们现在先把译文敲进去 运用程序的图标表示 该程序已经最小化 并且尚在运行中 好 现在我们就可以来改它的格式了 首先是应用程序的图标 这里还打了错别字 我们把它改一下 表示 首先呢 我们来改一下这里 应该是用粗体 这里有一个快捷键 就是Ctrl加Alt 然后加方向键的下 好 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个列表 有一个下拉式的菜单出现了 如果我们上下移动的话呢 可以看到左边的这个颜色也在变化 也就是说 比如说第二个 它对应的那个黄色的部分呢 就是斜体的 然后第三个呢 对应的黄色部分呢 是下滑线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要应用第一个 选上它 然后回车 我们来看一下 它就变成粗体了 然后 第二个 这个又是粗体 又是斜体 我们还是这样 Ctrl加Alt 然后再加向下 在这里选择 斜体 好 斜体加粗体都有了 然后最后一个 这个最小化这个层 是有下滑线的 还是 Ctrl加Alt 然后再向下这个键选择 好 现在我们就看到 这两边的格式呢 是完全一样了 该有粗体的地方是粗体 该是斜体的地方是斜体 有下滑线的 也都出现了 这样就挺好 刚才这个快捷键 Ctrl加Alt 加方向线下呢 它还有另外一个替代的快捷键 就是Ctrl加斗号 它们两个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请记一下这个快捷键 好 这句话我们翻译完了 然后接着我们翻译下一句话 特殊元素 现在我们看到这句话 它的得分是99% 对应的是第九句话 这两句话之间的差别呢 就在这个紫色的这个 这个内容上 紫色的内容呢 它也是非翼元素 它表示的是标记 也就是Word的一些 这些特殊的元素啊 或者格式方面的信息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预览窗口这里 我们可以看一下 把它放大一些 10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Milus后面有一个 这个叫角柱是吧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角柱 就是这个上标的数字1 这个角柱 在Tadles里面 它的显示呢 就是这个样子 对于原文中有这种紫色标记的情况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 在译文中呢 我们也要把这些标记保留下来 不能够随意的丢弃 也不能把它删除 在这句话中呢 是这个Milus后面 那就是这个菜单 在这里是吧 我们刚才的那个快捷键是什么 Contrature Do 或者Contrature Alt 加上下的键是吧 按一下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第二个就是我们需要的这个标记 选择它 或者有一个更快的办法 我们先把它删掉 或者有一个更快的办法 就是我们按着Contrature键 然后用鼠标左键去点它一下 它就自动复制到这个 译文的光标的位置上来了 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如果原文里面有这个紫色的标记 那么我们在译文里面呢 就必须也要包含这种紫色的标记 不能够把它删除 也不能把它丢掉 必须一模一样的保留下来 好 这句话我们翻译完了 Contrature加回车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中间多出来一个惊叹号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惊叹号的内容 鼠标放上去 看最后一句话 它是说这个标记后的空格被占除了 也就是说这个原文它后面有一个空格 但是在我们的译文这里呢 后面没有空格 它认为这是可能是一个错误 需要我们去纠正它 像这种警告信息的我们可以忽略它 也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呢 把它修改过来 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它加上空格 再试一次 好 这个警告的符号就消失了 对吧 通过刚才这个惊叹号 我们就知道 如果我们每一句话翻译完了之后 按Contrature加回车 它就会有一个自动检查的功能 如果你的译文里面有一些错误的话 它会自动提示 在格式方面的错误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紫色的标记 不能删除 那我们现在把它删除一下试试 我们原文里面 我们的译文里面不带这个紫色的标记 就这个样子 我们按Contr加回车会怎么样 这个现在它的警告呢 变成了一个红颜色的差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了 我们可以看到 最后一句话写着 你删除标记什么什么什么 那么对这种红色的警告呢 我们要特别的注意 因为这种红色的警告 很有可能导致我们最终没有办法输出疑问 现在我们就要把它补救回来 刚才在这个紫色的菜单这里 刚才在这个菜单这里 我们把刚才这个补救回来 按照Contr键 然后指标点一下 它就出来了 我们再试一下Contr加回车 又变成白色的警告号了 因为缺了一个空格 我们把这个空格加上 好 现在我们继续翻译这句话 我们先看一下这句话的状态是什么 角柱 也就是刚才 这个紫色的标签所指的内容 我们可以在这个预览窗口里面也看得到 就是这个 那个上标的数字1 就是这个角柱 我们把它翻译进去 以乘取窗口的菜单以下了方式 现实访问键 好 这句话翻译完了 我们回车 接下来呢 我们翻译这句话 那这句话里面呢 它那个紫色的标记呢 就更多了 那你肯定很好奇 这些标记 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它 上面有三个这个蓝色的按钮 我们现在是第二个 那我们现在选择第三个 完全的标记文本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标记 它是什么意思 它其实就是word里面的这个格式的标记了 它的样式呢 是常规 或者叫普通 然后字体呢 用的是area字体 字号呢 是11号字 就是指这一部分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紫色的标记呢 还有箭头 是吧 一个箭头朝这个方向 然后第二个标记的箭头呢 朝那个方向 就有点像括号一样的 把这一部分内容呢 扩在一起了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标记呢 是成多的 这里是这个标记的开始 然后这里是这个标记的结束 也就是表示 这两个标记之间的 这些文字呢 使用的是error这个字体 然后它的字号呢 是11号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标记 和这个field id1 和这个field 它是成对的 然后我们来看 这个 这个标记 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的这个样式呢 是超链接 然后字体的颜色呢 是这种 然后它的下滑线的样式呢 是这种 然后指的内容呢 就是这一部分内容 就是这个网址 但是它显示 它只是指了这个 这个网址的 它的显示的方式 对吧 好 然后最后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句号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句号 句号它这里 也有它的样式 字体 是area 然后大小是11号 然后这个字体结束 所以呢 这一句话 就会出现这么多的标记 那我们现在呢 要把它切换回来 还是选成第二个 这样看起来 比较清爽一点 这句话 它的标记特别多 如果我们一个一个的 复制删贴过来 很麻烦 那我们有一个 更好的办法 就是按ctrl加inset 直接把原文复制过来 然后我们在这个原文里面 直接编辑 更多信息 请访问 好 不要忘了这个句号 我们也要把它翻译过来 是吧 这句话我们就翻译完了 好 这一个呢 就是它的网址了 就是我们上面 这个蓝色的部分 这里只是它的显示的内容 它真正指向的网址 是这一个 如果是 我们sdl公司的中文网址 是这个 这样 这就是它的中文网址 然后 这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at的标记 at的标记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下面这里写着 是自动翻译 它都是呢 它一般会把网址 它认为是 一般是不需要翻译的 所以它呢 会自动的 把网址填上去 但是事实上呢 我们需要翻译的时候呢 还是需要翻译一下 这个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决定 好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文件 已经翻译完成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下面还有一个 这个进度的显示的情况 我们可以双击它 把这里改一下 我个人的习惯呢 是把这里改成二轴 这样 第一个图标 我们已经知道了 是未翻译的 没有翻译的内容呢 是零 也就是已经都翻译了 然后这个草稿状态 也就是还没有确认译文的呢 还有一个单子没有确认 然后已经翻译完成了的文字呢 有110个 百分比是99.1% 现在我们要做一下检查 就是格式方面的检查 看它有没有什么问题 在这个工具这里 有一个验证 它的快捷键呢 是F8 点验证 这里有个验证报告 说没有错误 这个非常好 这里面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如果我做一些修改的话呢 就会出现问题了 比如说我把这个标记给删除掉 然后再把像这个标记也给删除掉 现在我们再按F8来做一下验证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上面的这个验证的结果 出现了两个错误 第一个呢 是出现了幽灵标记 也就是这个黑色的部分这里丢失了 我们要把它补上 就按这个Ctrl加d号 然后把我们确实的这个给补上 对吧 然后呢 还有就是这里丢失了一个标记 我们也要给它补上 Ctrl加d号 就是这个 把它选上 现在呢 我们再来按下F8来验证一下 好 现在这个提示呢 验证完成 没有错误报告 非常好 点了这个确定之后呢 这个错误提示也就消失了 现在呢 我们可以存盘了 这个文件我们已经翻译完成了 按Ctrl加s 存盘 好 我们可以把它关闭掉 好 现在我们又回到文件视图这个界面了 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把译文输出来看一下 效果怎么样 对它点右键 对它点右键 选择批任务 这里 这一下 生成目标翻译 首先点它 然后直接点完成 没有任何错误提示 非常好 我们看一下结果 这里显示这个文件已经完成了 好 我们把这个窗口关闭掉 接着我们来可以看它的结果了 我们对这个文件点右键 选择这一项 浏览文件所在的文件夹 这个文件就是我们刚才翻译好了之后 生成的译文 我们双击它来看一下 在word里面 这个就是我们的翻译的结果 非常好 非常好 我们完成了第一个文件的翻译工作 这堂课就到此为止 下一堂课呢 我们将要讲解其他文件的翻译过程 谢谢大家